台灣現在已經有超過100萬志工 100萬志願服務大軍 大家在各個領域 文化、健康、醫療、社會福利、教育 等等各個不同的領域 都有我們這100萬志願服務大軍 天天在無時無刻的幫大家服務 絕對對我們的共生共好社會有非常大的貢獻 那我們非常的鼓勵 不管任何年齡的 有推著小baby去做志工的 他從小就浸潤在這個志願服務的氛圍裡面 那在座各位更是一不容辭 今天的功課是回家想想我替我的社區可以怎樣共生共好 志願服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行動 第一個我想我們在想哪裡可以服務之前要先想你喜歡做什麼 因為志願服務又不拿錢還要奉獻時間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做志願服務一樣嘛 我要幸福快樂感 所以你先想我喜歡做什麼 比方說楊老師我喜歡唱歌 那我就會去找 我不要想說那麼目標導向說我去做什麼志願服務 你可能先說我喜歡唱歌我去參加個社區合唱團 然後唱歌練好了 我可以去拜訪病友啊 我可以去公益活動表演啊 或者是我喜歡畫畫 那我可以畫一幅畫 到我們比方說我們家住在陽明醫院附近 那我們陽明醫院常常都有攝影展啊畫展啊書法展啊都是社區人自己寫的 欸這也是一種志願服務 或者你可以上政府的網站找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嗯看看我鄰近的縣市或地區有沒有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那你可以去找 或者你更細的我想要做社會服務我就去找社會局 好那你想要做醫院服務你就去醫院說我想要來做志工 哦或者是欸我想要做教育服務你可以到鄰近的國小說我想要帶 愛心媽媽愛心爸媽或愛心爺奶都可以 我們現在很多長輩最喜歡聖誕節馬上要來了 他們都爭先恐後要去什麼當聖誕老公公 發禮物給小朋友 啊每個人都好覺得這件事情一定會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感 好所以先想自己喜歡做什麼 再從鄰近的地方去問問親朋好友或上網找有沒有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那這個或是直接聯繫你所屬的那些主管單位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志願服務的機會 對 satisfy 對不起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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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